除了白金莲 我身后这一位 应该是咱们中国历史上 被骂得最惨的女人了 在我身后 就是苏达记的墓中了 位于河南省齐县 商咒王地心灵的旁边 陪葬于地心 重点在这里 前面有个石碑 2014年所立 落款是谁呢 河南齐县 殷氏宗亲会 殷氏是商咒王的后代 商咒王的后代 怎么会给苏达记 立一个石碑呢 重点就在这里 真相可能只有一个 就是连人家 殷氏宗亲会 商咒王的后代 都不承认是苏达记 霍霍了他们祖先的商朝 所以说 一个貌美的女人 独自承受了3000年的谩骂 我们做了2000多年的长蛇妇 一个王朝的兴衰 一个朝代的更替 怎么会有一个女人 能够左右呢 当然了 也是有例外的 你比如说慈禧 所以 以后我们在面对一些 有争议人物的评价的时候 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 没准我们都会被文学索骗了 我们就尽量的做一个美男子 不要参与这些纷争 我都会听到这些纷争的 年纷争的